为协助中小企业增强竞争力与时俱进 全国职工总会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 在手机应用程序读书乐上面 首次为业者设线上交流平台 并计划在年底之前推出50个课程 来看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手机应用读书乐目前已经推出14个线上课程 其中6成是电子证书课程 涵盖人才培训、人才招聘、品牌建立 等人力资源管理 中小企业业者上了课之后将会获颁证书 在这之后并可以选择参与工作方 以取得业界的相关证书 为中小企业设计的课程还包括了提高领导能力 组织发展和国际化等 职总就业与培训中心表示 新的交流平台、线上学习社群 将会有助于中小企业相互学习和分享经验 不过目前仅限受邀中小企业参与 中心已经向200名企业发出邀请 终于千万学习社群 中心就在受邀请 误事件 的解散 这是一切安静的